1941集 相比较飞窜出去的防日兔 被巨大的力道扯拽出去的林宇和迪土帽两个人 在空中身子都有一些失衡 不过两人在坠地之前四条胳膊互相纠缠用力 就想将对方压在下面 砰的一声 最终落地之后 终究是林宇占了上风 将迪土帽按在身下重重地摔砸在地面上 虽然三楼不算高 但是迪土帽还是被摔得闷哼一声痛苦不已 就在这个时候 嘎吱一声尖锐的刹车声响起 只见一辆轿车猛然地在路边停住 一个身影速度极快地从车上窜下来 正是急速赶回的维活虎 兔子 豹子 维活虎看到眼前这场景之后面色大变 怒吼一声 邓时便是一蹬 身子宛如离弦之剑一般地 朝着楼下冲了过来 周围的商户里人听到街上有动静 立马都跑出来看 好在此时是中午 街道上的人 车 较少 除了一些商户之外 并没有太多路人为观 而这些个商户 见是武馆那边打起来了 也都见怪不怪 毕竟这种为了抢学徒踢馆的事 平日里也没少发生过 维活虎在冲到林雨跟前之后 狠狠地一脚踢向林雨的脑袋 他这一脚灵力驯急 夹杂着破空之音 正是悬术中的仪式 碎背腿 如果这一腿要是踢上 林雨的脑袋就是不被踢碎 也起码要踢出个中度脑震荡 林雨看着破空而来的这一腿 身色一变 做事要起身闪躲 但是他身下的底土帽 立马用完好的一只手 死死地拽住他的双臂 同时胳膊和腿 缠紧林雨身上的金属丝 不让林雨动弹 此时为活虎的腿 已经在眨眼之间 踢到林雨的眼前了 林雨心头一沉 身上肌肉猛地扯紧 浑身陡然爆发出一股巨大的力道 身子猛地一扭生生地 拽扯着地上的底土帽 身子一翻 让底土帽的身子 挡在自己的身前 围活虎健壮面色大变 如果他这一脚踢过来 踢中的将会是底土帽的脑袋 但是他这一腿已经踢到跟前 根本收不住了 所以他只好强行将腿的角度往下压 砰的一声 踢在了底土帽的后背上 底土帽痛呼一声 神情猙獰 不过立马咬住牙 死死地扯拽着林雨 他扯住林雨身上的金属丝 手脚越发用力 不让林雨动弹 怒吼出声 弄死他 快弄死他 林雨咬紧牙关 身子猛然发力 发现自己身上所缠的金属丝 实在太多太杂乱 根本挣脱不开 这些个金属丝虽然经过特殊处理 硬度极高 但是对于林雨而言 仍旧可以徒手扯断多根 但是现在如此多的金属丝分布在他身上不同的位置 且具有一定的弹性 极大的分散了他的发力 所以他一时间无法依靠蛮力将这金属丝争断 再加上底土帽在身下死死纠缠 让林雨宛如被附住的猎物 根本就起不了身 只能趴在地上 围火虎和防日兔剑撞两人互相对了个眼色 接着围火虎迅速冲上来 围火虎的腿法了得 一瞬间踢出了几个鞭腿 朝着林雨身上扎来 林雨抱着敌土帽在地上翻滚闪避 躲过几角 但是同时也被踢中几角 而一旁的防日兔则是双腿岔开 往后仰着身子 用力地扯拽着手里的金属丝 与林雨的力道互相抗衡 不让林雨在地上翻滚 不过让防日兔暗自吃惊的是 这个家伙的身上力道实在太大 纵然身前抱着个敌土帽 依旧能够迅速地在地上翻滚 但是林雨抱着敌土帽滚动的同时 防日兔手中的金属线也细数缠在林雨身上 导致防日兔离着林雨越来越近 就在防日兔离着林雨还有一步的刹那 防日兔的嘴角突然勾起了一丝得意的笑容 他原本后仰的身子 突然借着林雨身子滚动的力道往前一窜 一个剑步冲过来 手中两把剑刀提起 朝着林雨的下身和薄相刺了过来 原来他刚才撕扯金属丝就是做样子 就是为了让林雨放松戒备 林雨的神色一变 身子再次冒足了力道往旁边一翻 但是他的身侧顿时传来了一股硬邦邦的感觉 原来他数个翻滚之后 已经跟敌土帽翻到了墙跟前 林雨的心头猛的一沉 看到急速刺来的两道刀刃 他下意识地双手一推 让自己的身子迅速地往下一窜 钉的一声 防日兔右手刺向林雨猴头的肩刃 迅速地刺在旁边的墙壁上 硬生生地将墙壁刺出一个坑 而他左手的肩刃也刺到林雨的腰侧上 不过宛如刺到石头上一般 根本无法再尽分好 防日兔见状面色陡然一变 其实刚才在打斗的时候 他就发现这个家伙的躯干 好像穿了什么金属制的护甲一样 根本刺不穿 林雨见状陡然间松了口气 但是事实证明他高兴不起来 就在他躲开防日兔这招攻势的刹那 煤火湖已经从他们的前头冲过来 手中已经多了一把利刃 狠狠地朝着林雨右侧的太阳穴扎过来 此时林雨刚刚发力完毕 就利一些心力未生 同时身子也被金属丝死死地缠着 犹如死于一般再也无法动弹分号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围火虎刺来的刀刃 迅速地扎向自己的太阳穴 因为这一切发生得太快 他的脑海中甚至都做不出任何反应 只是一股暗无天日的绝望 陡然间汹涌袭来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围火虎手中的刀尖 几乎要触碰到林雨太阳穴上的肌肤了 此时一个壮硕的虚影 宛如迅雷一般冲了过来 重重地撞在围火虎的身上 围火虎立马被这壮硕身影撞翻出去 狠狠砸在一旁的墙上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惹得众人都不由 猛地争愣了一下 林雨敌土帽 防日兔根本就没做出任何反应 而剑硕的身影 已经趁着这个机会 抓住围火虎的脑袋 狠狠地朝着墙上 咚咚撞了两下 住手 防日兔这才瞬间回过神来 手中剑刀一番狠狠地 朝着这壮硕身影身上扎去 这壮硕的身影 剑撞这才把围火虎甩开 身子猛地往后一跳 看看躲过了防日兔这一击 随后他冷喝一声 哼 三个打一个 真他妈够有脸的 而且你们这三个叛徒 竟敢袭击自己的宗主 简直是大逆不道 罪该万死 必然会被天打五雷轰 死无葬身之地 壮硕的身影冷冷喝道 林雨听到这个声音 心头一震 猛地抬眼望去 顿时眼前一亮 发现来者不是别人 正是大秃头 颜坤来了 果然颜坤最后还是来了 颜前辈 林雨兴奋地喊了一声 提着心 陡然间放回肚子里 属下该死 就驾来迟 还请宗主惩罚 颜坤晃荡着光秃秃的 大脑袋装模作样地 冲林雨做了个衣 态度有些敷衍 显然是在根据 星斗宗的门规 走个流程罢了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